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台北市环保局宣布,自6月1日起,各种不同材质的长柄扫菊,不管是托把,扫把还是类似的旗干,扇衣干等细长物品都可免拆解,免用专用塑胶带,直接交给收运线上资源回收车免费勤运,不必再打电话与清洁对约定时间,生时又方便。 环保局指出,目前民众丢弃扫把,托把及旗干等细长物品时需自行拆解装入专用垃圾袋,或比照大型废弃物与清洁对约定时间清运,不能在丢垃圾的时候一并处理,很不方便。 未来统一交由收运线上资源回收车清运后,比照大型废弃物免费清运,还省下约定时间清运的功夫。 环保局表示,收运后非金属材质的木杆、竹杆或塑胶杆等,会寻废弃物去化管道处理,金属饼的扫把、托把等扫具,将切除无法回收的投载回收利用。 环保局105年8月15日起推出难分难解,我帮您处理回收措施,以专业人力及机具代替民众进行拆解回收。 统计至今年4月至,共回收费安全帽48796顶,费行李箱79078支,费奖杯、座、798座,以及费雨伞232028支。